奴才所遏徒 给皇后请安 听说 左安子进城所有的宫门大开 皇上大摇大摆地 接着出走的李懿欢 回宫了 皇上就是要这样 大张旗鼓地告诉我们 他相信李懿 宠着李懿欢 然后让我们所有人都闭嘴 当年唐玄宗为了赢回杨玉桓 也是这般深更半夜大开宫门 毫不顾忌朝野非议 可结果呢 难道皇上想学唐玄宗吗 这唐玄宗有安禄山 可咱们如今大庆也有吴三桂啊 难道皇上 都忘了这些前车之剑了 皇上本来少年英明 可是竟然被李懿欢这个丫头 迷得失去了本性 都怪我当初考虑不周啊 本来以为 她可以帮助我斗倒傲败 所以帮着这丫头讨好皇上 没想到现在是养虎为患了 提到敖拜本宫倒突然想起了 她的疯病可有好转 没有 我昨天刚去探视过她 还是疯疯癫癫的老样子 连我都不认识了 这敖拜一向武功高强 身体健康 怎么突然就疯了呢 敖拜的疯 是中了迷魂伞之毒 此事颇为蹊跷 有谁能够在我的眼皮底下 给敖拜下毒呢 这毒风敖拜的人 会不会就是李太医 我也一直有此怀疑 只是苦无证据 所以现在也不敢声张 我派了最得力的人 去追查她和李怡婚的真实来历 可是现在还没有什么眉目 这敖拜已经被皇上 捐进了大半年了 她的党羽 也被皇上清除得差不多了 所以就算是 她现在清醒过来 对我们赫舍李氏一族 也形成不了什么威胁了 所以我现在敬访良一 尽快地把敖拜 直清醒过来 如此甚好 若敖拜能够早日清醒 也能早日交出这明珠谷的奸细 我们也能早些证实 这李氏兄妹的奸细身份 这义欢简直是胡闹 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就擅自撤离 这岂不是叫康熙所恶徒 更加疑心了吗 义父 其实义欢此次离宫出走 事先和我商量过的 她是想刺激康熙 让康熙不要怀疑她 相信她 如今 康熙好不容易把她找回去 越发珍惜她了 义欢的良苦用心 总算是没有白费 义欢居然有这样的心机了 这孩子以前 可不是这么会算计的 也许 她在宫中待了这大半年 让她成长了不少啊 眼下清廷跟吴桑贵 还没有正式地翻脸 就算他们真的开战了 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军情 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都想要在清廷里 安插自己的眼线 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都未能进入核心 这一次 你跟义欢阴差阳错的 就潜伏在康熙的身边 这真是我们的意外之喜啊 也是 天不亡我大明的征兆 所以你们必须要排除万难 继续潜伏在紫禁城内 我明白 我定会忍辱负重完成任务 不负各位市长所望 这么多奏折 你得批多少天啊 三天三夜都批不完 你还说呢 这不都怪你啊 大不了我陪你 忙三天三夜呗 老大 这一次 正要是不出宫追你的话 你是不是真的就再也不回来了 为什么 你就真的那么狠地下心 永远能离开朕 老大 你从前都是古灵精怪 唧唧喳喳的 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心事重重 沉默寡言 说实话 朕的心里有些不安呢 龙小弟啊 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 我就冒出你的老大 我喜欢保护你 真心想保护你 到后来我知道你是皇帝 知道你居然是全天下最有权势的人 而你呢 也继续任由我当你的老大 现在想一想 还真的有点可笑 不自量力呢 谁说你不自量力了 谁说你可笑了 就是因为别人一直都在想 应不应该 应不应该爱朕 应不应该保护朕 应不应该讨好朕 可是你呢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应不应该 你就是本能地对朕好 本能地爱护朕 所以你特别珍贵 你特别值得朕珍惜 我刚开始进皇宫 是因为对皇宫好奇 我想进来看看是什么样子 到后来呢 我慢慢习惯你给我的一切 我想陪着你 可是后来渐渐地 我对皇宫有了恐惧 我想逃离 我害怕 而且就算你总说 你心里很珍惜我 你喜欢我 可是我时常能感觉到 你的心在动摇 你每次动摇 都让我特别害怕 就更想逃离了 你看看 你又再到达一趴 朕什么时候动摇过呢 明明是你一直在拒绝朕 一直对朕若急若离 老大 你的那些心思 朕都明白 你放心吧 朕一定不会禁锢你 朕会尽可能地 给你最大的自由 朕也一定不会伤害你 朕会尽最大的努力 去保护你 师叔姑娘 你不是都已经走了吗 你还回来干什么呀 叔父 对不起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我本来已经下定决心 离开龙小弟了 可看到他不顾一切 出宫来找我的样子 我心里就又动摇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 真是拿你们没办法 看来我得抓紧时间 找个风水先生 给自己 先挑一块好点的墓地 把自己的厚食料理好算了 叔父 不过您放心 我跟朱哥哥 绝对不会连累您的 那敖拜的病情怎么样了 回太皇太后的话 奴才已经安排人 全力地在救治敖拜了 可他的病情 始终是不见好转的 这可麻烦了 他一手打造的情报网 难道就这么一直 瘫痪下去了吗 当初可是你负责 监管敖拜的呀 他是在你的眼皮底下 被人毒疯的呀 而你又查不出这下毒的人 又迟迟治不好他的病 梭妇啊 在 哀家可知道 敖拜可是你最痛恨的对手啊 你 你可不能因私害功啊 太皇太后 您真的是冤枉奴才了 奴才虽然和敖拜一直有些不和 可绝对不会因私害功 公报私仇啊 这其实 毒害敖拜之人 奴才一直有一个怀疑的对象 可因为苦无证据 所以不敢说出来 奴家信你 你但说无妨 多谢太皇太后 其实奴才监管敖拜府邸的时候 这李太医却可以凭着皇上的密诏 自由地进出敖拜府邸 如此大事 你为什么 一直隐瞒着不报 太皇太后 这皇上一直对李氏兄妹重信有加 奴才手里没有真凭实据 岂敢胡言乱说呀 再说了 这李太医拿着皇上的密诏 皇上会不会在暗中对他有所交代 奴才也把握不住 所以就 糊涂啊 皇上即使是有此念头 也是在敖拜交出情报网之后啊 他岂能如此沉不住气啊 对 是奴才一时糊涂了 传言说李氏兄妹是反清联盟的奸细 奴拜要是真的是被李太医毒封的 那他兄妹二人的身份就更可疑了 唆佗 奴才在 一定要继续地想办法 全力地医治好奴拜 奴才谨遵 太皇太后医治 起来吧 这儿 怀佗 朱哥哥 什么事啊 今天 太医院的王太医 被太皇太后叫了过去 回来以后 我问她有什么事情 她一直支支吾吾不肯明说 我便留了个心眼 后来我发现 她煎了一剂药 从药渣的成分来看 应该是治疗 施心疯的方子 施心疯 太皇太后不会得了施心疯了吧 不可能啊 她明明好好的啊 难道这个药 是给奴拜煎的 还是倾城的心思证明 当时 我也有此疑心 就悄悄去找了李公公 果然不出我所料 李公公说 太皇太后正在命所额图 好了 对 可能 都是 优优独的 巧 Guid 谢谢 李公公 我们 Era 少女 费 最后 还 哪 他 我 她 感谢观看 眼下之际 也只有依靠李公公 让他盯着太皇太后 和索额图那边的动静 一旦发现情形不对 咱们马上撤离 现在 你只能这么应付了 桓妹 我有点后悔了 我不该劝你回来的 我这不是担心你跟雪姐姐吗 我肯定会回来的 你真的 只担心我们吗 只怕 你是放不下另外一个人吧 大师兄 小师妹一定是担心我们两个的 眼下形势很复杂 我们应该放下一切杂念 一切以大义为重啊 此处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分开吧 走 孔元帅 在 你拿着老夫的手谕 前去掉八千人马 你拿着老夫的手谕 一定要把敌人斩杀于战前 末将遵命 老爷 快把羊喝了吧 不喝 这玩意儿太苦 有糖吗 我的糖呢 你给我糖 我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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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糖 我的糖哪儿去了 你给我糖 我的糖呢 我的糖呢 我的糖去哪儿了 老爷 老爷 你糖在哪儿 你小心的吧 末塞 我的糖呢 去安主王大人 让他吃药 是 我糖 你们干什么 你别管我 我要找糖 找糖 快 我的糖 我的糖 把药给我 放开我 我的糖呀 你们都想害我 老伯 该吃药了 听话 我不喝药 我要糖 把这碗药喝了 我就给你糖吃好不好 你给我糖 我不 我不喝药 老伯啊 这药啊 是太皇太后 亲自让太医院的院判 为你配制的药 你可不要辜负了 太皇太后的一片心意啊 来 乖乖的把药喝了 喝 太皇 太后 对啊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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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义父 看完 治疗这段时间 还是略有起色啊 希望如此吧 好了 把它放了 你吃了 宝贝 你晚上看 我赏你颗糖吃 糖 avoided 啦 zos 人 溢贝 虽然你是我贺蛇李氏一族的大理 我的 grande 他 现在看到你这么疯疯癫癫的 我还真有点于心不忍 哪儿去了 半年前 你让我向皇上进言 我拒绝了你 但现在形势变了 这李氏兄妹 成了朝廷的大敌 威胁到了皇上 看来我不得不放弃前嫌 全力救治你了 我可不想 真的成为大清的罪人 太皇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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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最近一段时间的治疗 这傲拜的病情虽未痊愈 但已经渐渐地好转了 虽然她现在 还是有点胡言乱语 可是今天我提到 太皇太后对她的病情关心 她竟然有了些反应啊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原来如此 李德府 奴才在 你陪哀家出宫一趟 不必大张旗鼓 别让皇上知道 这 太皇太后 您这是要去 见见敖拜吗 正是 哀家 得去见见这个人 你们这些宿敌 他可能认不得了 但是 哀家和他 却是有一辈子交情的人了 说不定 他见了哀家 就能清醒过来 奴才所额图 给太皇太后请安了 给太皇太后请安了 凭什么吧 喳 熬拜他怎么样 熬拜还是老样子 疯疯癫癫的 太皇太后 您稍坐 我过去叫叫他 您看 草贝 别胡闹了 这 太皇太后来看你了 肥老 看来 这敖拜还真疯了 连哀家都不认得了 是啊 太皇太后 他现在不光疯了 连药都不吃了 李德福啊 你服侍他 让他把这碗药喝下去 喳 欧大人 这药可是太皇太后 专门为你的病 让太医熬治的 把药喝了吧 我没病 我不喝药 我要吃的 我要吃的 不好吃 你不好吃你滚开 小心点别把药弄散了 欧大人 先把药喝了 喝了药以后呢 就给你好吃的了 好败呀 欧大人 老贼呀 有哀家在 谁敢欺负你呀 喝了吧 有好吃的 先喝药 你就是个大骗子 这要不要紧呢 太皇太后 不要紧不要紧 没事没事 李德福 你回宫吧 换身衣服 不必再回来了 哀家 今天就是来看熬拜的 此事可不能跟别人说 记住了 奴才谨遵太皇太后一旨 去吧去吧 那奴才就先告退了 那太医熬的药 还有富裕的吗 回太皇太后的话 还有一壶呢 担上来 喳 把药拿过来 喳 哀家还不信了呢 这回呀 是哀家亲自喂喂你 你得啊 给个面子啊 太皇太后啊 您可注意安全 她可疯得很 我不怕她 走 欧贝 你玩得挺好啊 这次是哀家亲自喂你 知道吗 你听好了啊 这里的药材呀 都是欲外进贡的 知道吗 平日里啊 皇上和哀家御用的 都是稀奇宝贵的东西啊 没事 你就把它喝下去 来 哀家喂喂你啊 喝了这个药 你就会好了 来 张嘴喽 喝了不 正好 再来一口 你额娘都没对你占过 来 把这个都喝了 来 太皇太后 如此的垂怜醉尘 醉尘后悔 莫及啊 太皇太后 找我本 怎么突然正常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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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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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贼呀 原来 你是装疯啊 啊 啊 你挺能演的 像个戏子 接着演呢 哎呀 也是万不得已呀 太皇太后 醉尘 今日才能盼到您 奉驾光临 醉尘 太皇太后 醉尘 醉尘又 又要事起奏 此事事关皇上 和我大清江山的安慰呀 什么 太皇太后去见了奥拜 嗯 索尔图 向太皇太后禀报说 奥拜的病已经有起色 她已经能够记起 太皇太后了 于是 太皇太后就决定去 探望奥拜 不过 她没有打张旗鼓 她只是带了我 索尔图 纳赛 还有两个嬷嬷 太皇太后 见到奥拜 可有什么发现 太皇太后 见到奥拜 让我给她喂药 奥拜突然间一碗药 哗 破了我一身一脸 然后太皇太后 就让我回去换衣服 后面发生什么事情 我就不知道了 奥拜拿药 泼了你一身 奥拜拿药 泼了你一身 如果她只是 疯病发作 倒也罢了 可如果她是 故意而为 那这件事情 可就大大不妙了 那就是说明 奥拜的疯病 很有可能已经好了 她是在继续装疯 故意支开你 是要向 太皇太后单独密奏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说不定我们都被奥拜给骗了 她其实根本就没有疯 当初 我们始终查不到究竟是谁下的毒 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可能性 这个毒 很可能是奥拜自己下的 而且分量很轻 又事先安排了身边的亲戚 在事后给她服下解药 她自己则继续装疯 瞒过了我们所有人 那那那 你这么一说 我好像也有点怀疑了 那奥拜既然能够 治出大不安之毒 这说明她对毒药 是有一定了解的 那她破了我一脸一身 这显然就是故意的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的身份 岂不是都会暴露了 这可怎么办哪 我说吧 让你们早点撤离 你们就是不听啊 特别是这个义欢 明明人已经走了 还回来干什么呀 叔父先别着急 事到如今 我们也只能随机应变了 在没有确定 奥拜是不是真的装疯之前 我们要预见到 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想好相应的对策 终于批完了 这个真累的呀 龙小弟辛苦了 要不要我给你吃吃家 好啊 来 老大 谢谢你啊 谢谢你肯跟朕回来 这样的感觉 真的是太好了 朕希望 这样的日子永远能持续下去 冬小弟 我不敢去想什么永远 我只能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 对了 老大 上次你在万花楼里跳的那个剑舞 好美啊 能不能给朕再跳一个 其实啊 那根本不是舞蹈 是一套剑法 我给它改编成舞蹈了 而且 其实作为剑法 也得两个人一起来使 这样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威力 所以龙小弟 与其我舞给你看 不如 我们两个一起舞啊 我教你 这样不是更好 好啊 老大你要是肯交朕的话 那当然是最好了